海洪县111年车辆使用牌照税从4月1号起开征 适逢劳动节补价 因此缴纳截止日已顺延到了5月3号 至今仅剩几天就要截止了 仍有3到4成的民众未缴税 而税务局强调已开放各种管道提供民众多元缴税 提醒民众把握最后的时间尽快缴纳 契机车穿梭在大马路上 搭载着每个民众抵达自己的目的地 不过本月开征的契机车使用牌照税即将截止 民众若未按时缴纳还开上路的话 除了会被加征制纳金之外 还可能吃上税额的罚金 今天已经4月底了 4月份是开征牌照税的季节 到现在为止 我们现在手边化解金额的牌照税款 还是只有大概六成到七成左右 还有大部分的身心朋友都还没有 还没有缴纳这个牌照税 那牌照税的一个特点 如果你没有缴纳 那过了一年行驶上路会开罚 那开罚第一次就是30% 最高开罚90% 所以其实它的那个 未税行驶上路的一个罚款是很重的 所以请大家记着准时缴纳 那你要到超商去缴纳可以的 3万年以下 那而且超商现在很方便 所以只能排到这里 你输入你的身份证号码 而再输入你的车号 那3万年以下 它就会产出一个小白单 也可以在超商就直接缴纳 税务局强调 台东县目前仍有3到4成的民众未缴纳 可把握最后的几天 利用超商或其他多元的方式缴纳 避免受罚 记者潘君伟台东市报导